今天要開的是關鍵戰役趴 進入四月天大家覺得這個天氣實在是蠻不穩的 但是發現這世界上有一個人頭腦是超級不穩的 這個人就是WHO的秘書長唐德塞 我們看到他竟然在記者會上狂罵了咱們台灣 三分鐘之久 每天這個關鍵戰役守不住 但是惹惱很多國家倒是還挺在行的 就連我們看到川普都忍不住跳出來教訓他 也要好好來檢視一下美國跟WHO的關係 那麼這個多勢之秋呢 現在看到中國也發生了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現在很多國家LINE在運用的這樣這個軟體 竟然發生了這個資料傳回中國 那麼另一方面 這個全中國最大的咖啡連鎖店 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也驚爆有這個財務造假之嫌 到底這個時候 這麼多的關鍵戰役會如何來影響我們的生活呢 這個時間點 我們當然是全力一起來拼防疫 今天現場來賓雖然沒有戴口罩 但是都維持了非常安全的社交距離 有一點五公尺 完全是OK的 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一起來拼防疫 讓大家看到臺灣的努力 馬上來進行我們今天節目的內容 好 先介紹我們這邊是我們的 火力四社區 第一位是我們的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歡迎楊署長 大家平安 第二位是我們的前投資中國雜誌社的社長 李茂仲 歡迎李社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這一區是比較衝的 衝出火線區 萬保週刊總編輯 莊振興歡迎莊總編 心儀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網紅分析是老王歡迎 心儀好 大家好 康河頭顧副總經理黃怡婷歡迎 身儀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這個臺灣自己好之後 我們也希望別的國家一起更好 那麼進行這個口罩的人道援助之後 在第一波之後 現在進行到第二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波捐贈了一千萬的口罩 那麼現在第二波呢 是要捐出六百萬的這個醫療級的口罩 那麼世界各國的反應如何呢 當然在日本這邊 安倍晉三也很感謝說 日本跟臺灣 我們一起一起加油 那麼日本的官房長呢 這個菅義偉說 很感謝臺灣這麼溫馨的援助 那麼美國議員也轉貼 吳釗燮的帖文說 臺灣崛起 那麼中國墜落 那美國國務卿呢 這個是彭皮歐也稱讚說 現在臺灣是世界抗議的楷模 我想先問我們現場來賓 這個時候口罩外交 大家覺得歐波OK呢 贊成嗎 這邊說說我先四比一 我沒有漏 署長你是一半一半耶 什麼意思 這個臺灣的外交處境很困難 用口罩外交當然是方法之一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外交 就是多談人道關懷 這是最好的外交 不要把外交放在口上 這樣子是最好的外交 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 社長你的看法呢 我有兩句話要講 一個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何樂而不為 這是一個他的價值 就是我想我們大多數的國人都會贊成這樣做 第二個提醒政府要做這個事情 要記住這個要拔的額毛而不降 這個是克歲的一句話 待會兒把他拿來做那個口罩捐贈 就是說你多捐給外國 不要讓我們老百姓覺得說我怎麼被摳了 現在排隊更不好買了 所以這個政府可以要用量的 就是我們在趁著這個開放的時候 那個公平量增加 都碾一點起來見證 不是壞事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這個讓大家最傻眼的這個畫面 當然就是WHO的這個秘書長 他的發言 那麼這個發言一出 讓大家覺得真的是不可思議 為什麼這個時候會突然這樣的發言 而且足足這個三分鐘之久 他也特別提到說了 這個川普是在對他犯這個政治化 他說沒有 根本就是川普說 你是自己在政治化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整個防疫口水戰 現在越演越烈 唐德塞就說 這個台灣對我們這個種族歧視跟人身攻擊 特別還點名是台灣的外交部 當然我方這個非常多的這個 已經這個出來澄清否認 那麼蔡總統就說 台灣比誰都知道被歧視跟孤立的滋味 那麼希望他歡迎他來台灣 瞭解台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那麼外交部也說你要立刻澄清 那麼趕快跟我們來道歉 那麼中國外交部是說 唐德塞帶領抗議有顯著的效果 那麼川普說要來重新來檢視兩國的關係 也特別說其實是你才在這個政治化 美國的國會議員要求暫停經援WHO 直到他下台負責為止 其實這一次讓大家對WHO 這樣整個的情況的演變 覺得看了實在是兩個字傻眼 也是不解 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 甚至網友戲稱說應該改成WHO 這變成玻璃性組織 蘇上你怎麼看 為什麼會變這樣 唐德塞是惱羞成怒 因為現在全球大部分的國家 第一個認為台灣做得非常好 第二個都認為台灣應該要加入WHO 所以他的老年就掛不住了 他幸好是生在伊索比亞 他如果生在日本的話 早就應該切腹自殺了 你看他以前講了多少爛話 什麼這個是小事 這不重要 不是這個全球的Pandemic 就是不是全球大流行 都講這些話 他 我跟你講 他一定是拿了中國的錢 保證 才這麼盡心盡力 對啊 然後這個 我們根本就不是WHO的會員國 居然說他兩句他都跳腳 那既然你說台灣都不適合加入WHO 那你要幹嘛跳腳 所以他這個心裡有鬼 我覺得他 還好他真的不是存在日本 所以他是 感覺他羈押了很久 突然這個怒氣一泄而出 那就是因為全球都在支持台灣 這老年掛不住 所以這個蘇長覺得 根本是惱羞成怒 我可以跟他辯論 他真的老年掛不住 不過說這次意外 讓我們台灣的國際亮點 免費的國際宣傳 他點出台灣外交部 社長你怎麼看 對 我就想起WHO 在好幾年前也是開會的時候 那個中國大陸代表 跟我們講說誰理你們 現在這個WHO的理事長 不但理我們 而且要跟我們吵架了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就是要取得跟人家吵架的資格 我如果是外交部 外交部長 我會很高興 很多人想說 講三分鐘一鼓歌 本來不認識台灣 就發現原來台灣做這麼好 他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網紅分析是怎麼看 他就是一樣我贊同署長講的 老羞承諾 就是老羞承諾 再加一 老羞承諾 但沒錯 因為我們根本 我們根本不會去 我們是很兵兵有理的 我們怎麼會批評他是黑鬼呢 對不對 我們絕不會講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故意把這種情緒 升級到這個種族歧視 但其實我們根本沒這樣做 所以他要好好檢討 我贊同署長講的 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台灣怎麼可能這樣呢 在想啥啊 有人說怎麼打WHO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 維尼快樂組織 維尼快樂組織 所以我想說 大家當然都是防疫優先 不過暫時以他的做法來看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尤其他後面他發表後面 大家的評論 以及大部分人 對我們台灣的支持來講 我覺得其實讓台灣的重要性 過去大家只知道台灣是電子 電子之光 越來越多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的一個真實的亮點所在 好 所以另外一角度來看 謝謝他讓台灣被看見 看台灣這個好 全世界有目共睹 好 另外來看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武漢解封了 這個是不是中國 現在真的是 已經沒有問題了 說武漢解封了 那這個四月八號 凌晨零點的時候 正式解封 差不多五萬五千人 是搭火車離開 那麼當天差不多是 兩天之內十萬人離城 火車票是一票難求 大家都趕快這個 好不容易可以大解放 可以出城了 那這邊另外一個專家是說 現在無症狀的一個感染者 差不多還有一到兩萬人 那武漢還有至少 這比例很可怕 至少還有百分之五十九 還有六成的人 可能是沒有被發現的 所以這個時候解除封城 OK嗎 那特別是北京反而很奇怪 北京說防控要常態化 所以北京跟這個國 整個全國來相比的話 是逆行來做的 怎麼解讀 其實大家都很難聽說 這個數字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如果是的話 早就應該全境開放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他已經好幾次的確認人數 是相當相當的小 但是為什麼好像 但真實的狀況是背道而馳的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是說 等到真的全境開放的時候 到時候帶有第二波的時候 也許那時候才更是造成 一些無可救藥的一個危機 好 覺得這個數字 是真是假情舉牌 署長始終如一了又一半 你可以看出來 他的政策是什麼 所有飛到北京的飛機 不是降在那個首都機場 也不是降在那個 新幹的那個機場 都是降在那個北京周邊的機場 然後先檢疫完了 才能夠進入北京 那還是蠻緊張的 然後呢 要全國去開工 這就是什麼呢 保住皇帝 然後你們這些人呢 趕快去打工 不然的話大家都全國餓死了 就去供養這個北京 這個養模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別的地方 不管他 一定要復工 一定要復工 可能會有第二波也沒有關係 因為不然的話大家就要餓死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這個北京供起來 所以你看看為什麼會北京 飛機不能飛北京 這很明顯嘛 這是習近平的 保護中央 對啊 這個都看不懂那怎麼行 這非常明確 你們這些勞工趕快去做事 賺錢 人會移動的 人會移動不怕 所以才有第二波 可能會有第二波 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最主要是 很擔心從外國 就是歐洲 美國 因為他們那些地方都炸鍋了 他擔心他們回來 但是一定要復工 把肚子保住 這邊絕對不能破功 當然我們另外知道他很想開兩會 對 兩會的時候 現在時間好像都還沒出來 對啊 但是他一定要開 這表示什麼 他說我中國很厲害 我習大大出面 這個人真是 反正現在不要年了很多 你看 因為有這樣的領導人 所以才會有武漢跟湖北的炸鍋 你看 有這樣的領導人才有這樣的官員 然後已經發生疫情了 還有萬人來這個 辦斗 那你說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領導人 所以有這樣的官員 然後他現在又跳出來說 你看 我親自領導 你要把中國的這個疫情控制住了 你看 當然等於我要講 另外一個混蛋就是習近平 另外當然一個是坦德塞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歐洲人的白人 的種族主義 他說 反正得的都是 那時候還霸凌這個黃種人 他也分不清楚 日本人 韓國人 台灣人 新加坡人 對不對 結果呢 這是種族優越主義 所以他們 連中國都要封城了 他們什麼都不準備 包括習近平 不是習近平 包括川普 那我後來才發現這個病毒 威力這麼強大 他沒有種族主義 對 他不能人皮膚的顏色 不分國界 病毒真的沒有任何的種族歧視的問題 所以歐洲跟美國才會那麼慘 對不對 所以就是全球是這樣 可是中國他現在這個 這個他知道真實情況如何 有本事來再做這個第二波的這樣的宣傳 大外宣大內宣 會不會有多大衝擊 社長你覺得這個數字真實的 你覺得應該是多少 我多年來觀察大陸的數據 我不看那個絕對值 我就看那個趨勢 趨勢 趨勢就是說如果那個趨勢在高峰 然後慢慢下來 這個趨勢線可以相信 但那個絕對值我是不相信 中國大陸到現在為止死亡人數三千多 美國現在已經死了上萬了 那我就前後來對照一下 會差那麼多嗎 所以這個我不信 絕對只信趨勢 趨勢希望能夠穩住 兩會會開嗎 這一次 兩會是我一直很重視的一個指標 今年三月份本來要開 後來決定延後 我三月五花就很懷念 以前去跑兩會的時候 三月五花都要起床起很早 一大早跑去人民大會堂 去那邊排隊 等著領那個政府工作報告 結果今年的三月五花 我在想說 怎麼這次 今天那個北京 我們不在北京 但是想人民大會堂 在三月五花 竟然會空空的 這個是一個奇蹟 那中共已經決定 延後什麼時候要恢復 不知道 本來那個在上個月有傳說 4月18號要開 現在又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如果中共有把握的話 宣布恢復開兩會 我給它拍拍手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兩會有可能 就今年不開了 不一定要開 因為現在已經快過半年了 再來開兩會 來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任務 剛好一數 那個都已經到時候 可能變成一個 所以你覺得如果控制下來的話 可能會開 沒有的話就不開 對 那個是很重要的指標 如果他真的宣布 不管他數字長怎樣 看兩會有沒有真的還是召開 對 這是一個重要指標 我想他還是會開 這表示他很偉大 對 反正到時候就空 那個清空嘛 對對對 我們再觀察吧 OK 好 繼續來觀察 那大家就開始問 剝奪我們全世界人類 這個遷徙自由的病毒 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現在這個英國內閣政府 現在不排除說 他可能是一個P4武漢的實驗 是外洩的 現在有人提報說 去年有一個真人 在研究這個新病毒 要研究什麼 病毒跟蝙蝠之間的關係 這證明真的有可能是之前 我們大家所預測的來源嗎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現在很多的國際 都在追究這個責任 矛頭就是指向中國 對 那個剛才清理說到 到底病毒哪裡來的 其實中國 中共 現在一直把這個矛點 一直把這個焦點處理 說不是我 不是我 你不能講武漢肺炎 因為跟武漢沒關係 甚至他們專家出了很多的報告 完全都把這個源頭 撇開是他們中國 可是川普就不一樣 川普在很多公開場合 不只一次講到什麼 他不是講武漢肺炎 他直接說這是中國肺炎 所以他叫中國病毒 所以就知道現在 責任釐清很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 一場戰爭打完之後 接下來就要怎樣 進入清算找戰犯 那像這個國際法權益 他就說了 中國違背對其他國家的法律欲捕 他這個重點是 沒有即時 像WHO提供正確訊息 也就是說一開始 剛爆發1月份的時候 你並沒有告訴大家 你沒有告訴大家 這是很危險的病毒 WHO也沒有提供任何正確訊息 對啦 所以他在生氣什麼 對 受害國有 所以因為你蒙蔽了這些資訊 所以受害國有權要求 以食物歸還補償跟滿足 所以川普一直講 川普現在一直在怪罪說 中國你隱密一開始的疫情 如果你早點跟我講 早點通報 我們美國現在不會這麼慘 所以中國對武漢肺炎的全球損害賠償 未來會很大的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連美國的衛生總監都說什麼 現在是珍珠港時刻 大家都知道珍珠港事變了 好可怕 珍珠港結束之後是發生什麼事 是美國開始發動反擊 所以也在預告什麼 預告了接下來 美國可能會對中國進行 開始一波的求償 不要說美國 我們現在看到參眾兩會 都已經提案向中國索賠了 甚至英國智庫還有這邊也主張 像中國索賠6.5兆 不是只有英國 連印度都來了 其實全部的國家都準備來向中國索賠 這個可以從最近川普的律師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中國不只是隱密疫情 他可能也犯了什麼謀殺罪 蓄意謀殺 為什麼他講那麼嚴重 因為他認為中國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就立刻要求類似像CM這種廠商 在中國當地身材的這些口罩 跟這些防疫物資不准出口 所以他認為這是把物資隱密下來 害得很多國家很多的醫生 拿不到那些重要物資 所以現在整個非中國的國家 也就是歐美的國家 這些受害國家 一致都把矛頭鎖向中國 而且要求扣的帽子扣很大 一開始說你隱密密情 現在又說你可能是謀殺罪 所以我們等著未來 可能會有一波新一波的這種 對中國的這種制裁或訴訟 整個上演 OK 謝謝老王 全球都要索賠這麼多罪名 最後中國會賠多少 署長你研判 我認為這兩國都在甩鍋 都在甩鍋 都是為了他們的政治利益 就是川普他這個 人家圓越就通知他了 23號就封城了 那你總知道事情大了 總是看得到封城 已經封了 對啊 那你做了什麼事 都說這個是小事 對不對 織毛綠豆市 你說川普沒有責任嗎 川普就是把這個鍋就甩到中國去 中國就甩鍋到美國去 這兩國都有P4實驗室 這兩國的P4實驗室 到底是誰先出了事 不知道 那麼這兩個政治人物 都是為了他的權位 非常清楚 你看美國這麼爛的總統 他的民調要超過50% 那美國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學 對 可是我們的老百姓 我們知道選舉是感性的 治國是理性的 這個我們的川普做了什麼事 你看他現在就是開始準備口罩 開始準備呼吸器等等 我們台灣多厲害 也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才把這個口罩國家隊經營起來 他現在再厲害要花兩個月 但是那時候美國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非常清楚 你看那個紐約市長 川普說我兩個月三個月以後 就會供應你呼吸器什麼什麼 那個紐約市長怎麼說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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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拖兩個月你看美國成什麼樣子 所以美國人還有那麼多人 傻傻的還是去支持川普 會把全球的經濟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現在不只是這麼多的生命 他們都想要救經濟 都不是這個 這個 人民的損失 這個經濟的垮掉 全球的供應鏈垮掉 會多少人沒有飯吃 是 那麼會多少人 封城會 孤疾孤獨死 這個所有的研究 以前也很多 現在沒有人相信 我寫過文章 別進行 這麼多人在家裡孤獨 那麼多人可能沒有飯吃 那麼多人失業 那大家要不要有更宏光的 宏大的眼光 1930年全球發生什麼事 經濟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 一失業 一經濟不好 第一個 憤罪率馬上升高 社會問題 第二個 民粹會上升 就是我們知道 那個時候 法西斯主義 這個納粹主義 因為就是 可以拿這個 這個東西 來蠱惑民眾 然後就造成了二次大戰 所以二次大戰發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次大戰是什麼 是 戰勝國要對戰敗國索賠 這個是防爾賽條約 對 二次大戰發生什麼事 戰勝國去賠償戰敗國 美國是戰勝國對不對 對日本有沒有幫了很多的忙 對德國對歐洲做了什麼事 那個叫做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 美國花了很多錢 除非你把人通通殺死了 不然的話 戰勝國防爾去賠償戰敗國 所以這一次 所以 署長你覺得這一次 這是鬧劇 那這一次 不過你剛剛覺得這有可能 接下來引發很多動漫 甚至戰爭的問題 我們希望不要這樣子 我最壞的情況之下就是什麼 到最後就是民粹出來 現在這兩個人都搞民粹 台德賽不是搞民粹嗎 這三個人在搞民粹嗎 把全球都搞慘了 那最後沒有辦法是什麼 所以台灣的 我們自己的國安會 一定要想到這個事情 中共 我說中共會打台灣 中共 因為就是 製造海峽的動亂 對 川普也是一樣 他要凝聚一個新的議題嗎 對 凡是危機 就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用民族主義 不是democracy 那個民族 民族主義 會嗎 現在大家都是在這個 防疫期間 我們台灣做得這麼好 他們沒有理由 所有的戰爭都是這樣子 用民族主義 說我們要用這個戰爭 來團結內部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國安會 要想到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你看看 他軍隊裡面有多少人得病 天天還派飛機 鬧台灣 幹什麼 然後我們心情又更沉重了 除了這個公衛體系要注意之外 其實署長今天提到 我們的國安體系要開始戒備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美國現在天天派飛機派軍艦 他們兩個都炸鍋了 還不是這樣 這表示什麼 對我的老百姓說 你看 我很努力 為了國家 這兩個都是混蛋 就這一些的演練的動作是有目的的 社長你 注意到最近那個海內灣的媒體 開始討論那個臺海會不會發生戰爭 我就很擔心 你很擔心 我很擔心 我是很希望那個蔡總統在520就職 就連任就職典禮的時候 能夠緩和一下那個兩岸關係 那個我不敢說改善兩岸關係 我說轉緩 就是稍微能夠把那個滑向那個敵意螺旋的那個 那個趨勢把它稍微把它擋住 把兩岸關係從戰爭邊緣拉回來就好了 我最後講一句名言 那個大災跟大疫常常連在一起 大疫 大災之後會有大疫 就是那個水災之後會有溫疫 溫疫過後會不會有大災呢 大災包括那個戰爭 剛講的戰爭 我真的是對這個問題是 心裡是負擔蠻重的 希望不要發生 希望不要 防疫戰爭變成真正的戰爭 這個就我們全部的人類的生活 會受到另外一個更大的憧憬 我再補充一句話 那個現在台海比較危險 不是說兩邊先在擦槍走火 擦槍走火 一擦槍走火 台灣那個衛生紙真的都買不到了 好 衛生紙 你先講那個節目團 大家又開始團衛生紙了 衛生紙夠用 經濟部說可以夠嗎 購買三百 可以夠用三百年 還要呼籲一下 不要走太多衛生紙 好 我們現在這個另外一方面 經濟面上大家很擔心 紅色供應鏈現在出現很多的風險 本來想說這次大家不能夠出門開會 我們用潤 潤非常好用 沒想像一查 潤自己都承認了 曾經這個犯錯 把數以千切資料傳到中國的這個數據中心 現在很多人又不敢用了 那另一方面也傳出來 這個美國議員就透露說 這個法國在跟這個中國希望能夠送口罩的時候 買口罩的時候 中國說可以 你要用5G華為 現在已經開始進行利益交換了 紅色供應鏈的風險我們怎麼看 是啊 那剛剛替你提到這兩點 我們再提到說中國有計畫 剛剛老王也提到 就是說 為什麼有這個犯罪的可能是 因為在5G華為 剛開始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囤積了很多的口罩 或者很多的看印產品 所以讓後來 我相信很多國家裡 我們錢也買不到 那最後也再提到 台灣也要自己印起來 因為像這之前 其實我們都非常 都覺得 怎麼真的人印得起來 這個膝蓋跪不下去 就真的跪不下去了 這是之前台灣的一個 非常知名的一個遊戲 就是劍霞3 劍霞3 劍霞3的時候 因為其中有一個人提到 武漢肺炎的問題 所以被停權的10年 3650天 不是365天 是3650天 是3650天 被停權了10年 然後被停權了以後 代理商就說 好吧 今天來要停權 那我們就不代理了 跟他說 那我們就不要玩這個遊戲了 當然他本身有一些損失 我也看得出來 台灣的確 硬骨頭的人是很多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台灣 有誰可以掌握到 這一次防疫的一個商機 你說論它是一個軟體 那我們現在可以換微軟的視訊軟體 因為我們什麼 我們有硬體 那台灣的視訊硬體是什麼 我們來看下面 台灣雲端視訊來看的話 因為論是重要的軟體 剛剛我說過 軟體可以換微軟 硬體我們要提到 我們台灣之光叫原載 原載在主要的時候 就是在主供視訊的一個會議 因為他打自由品牌 雖然毛利多高達50%以上 那也因為這次的緣故 這個三月營收 現在默默的創了新高 那原剛是持有他的母公司 也任列他的營收 所以母子兩家公司 都創了營收的新高 那在創新高之後 很抱歉股價已經連續噴了 兩根的漲停了 不建議大家追高 只跟大家提醒 台灣在雲端的硬體上 仍然有我們非常強悍的品牌 但是下面這個參加公司 就可以注意了 因為剛剛提到了 怕的是資訊安全跟網路安全 伺服器是我們做的 可是現在馬上伺服器 就傳給人家怎麼辦 那中間需要有一些 網路安全的IPC 工業電腦來做這個 網路資安的防衛 那台灣就這三家公司 在網路資安上 非常具有龍頭的地位 這個叫瑞奇店 那是鴻海集團 華漢底下的一個子公司 那他公司也宣布 在第二季接到了集單 所以公司之前投信任養了一波 算是工業用電腦裡面的 傳統的網安的龍頭 第一個叫利端 利端過去在IPC 它就是主攻資訊安全 大家可以看它過去的財報 已經連續四年都在四塊錢左右 那股價在五十塊上下 其實是一個比較長時間 大家可以注意的 另外我們是轉機股 叫奇洋 奇洋過去的獲利不怎麼好 後來經過加世達集團的 有通入主了之後 把整個加世達集團的 支援入主進去以後 公司開始轉虧為盈 從過去的奇蛋追繳股 現在默默的翻身 所以我們裡面有業績股 有穩定的投資股跟轉機股 在那邊在網路資安上 給投資人做一個參考 中國經濟 接下來怎麼看台商 該怎麼做我們星期廣告 好 中國的大外宣引起了非常多的反感 那麼這個在對內也是強調 要開始不斷的復工 那麼這個復工的速度 也引發這個內部很多的討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中國現在這個領導人 這邊怎麼樣講經濟呢 李赫翔說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點 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突然變得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 另外這個中共的說法 中央政治局說 會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 努力完成到底會不會完成呢 那麼習近平最近是走訪這個 包括了浙江 寧波 湖州 杭州 等等地方考察 那麼也大力在推動企業的復工 復產 要實現經濟的任務 志從你怎麼解讀 是這樣的 那個 這些會達標嗎 再過幾天 中共要公布 今年第一季的GDP 對 他是每一季公布一次 應該會在四月的二十號左右公布 我就在好奇說 他會不會勇敢地就公布說 我們DG是負的 GDP是衰退的 這有可能嗎 他們公布是跟他們想公布什麼數字吧 最近幾天 中共中央一定在研究這個問題 要不然就丟出一個負的 丟負的一個好處 以後要負是比較 那個激起就比較低嘛 以後成果會很高 但是對民心的影響很大 因為中共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自從打倒四年幫以後到今天 這麼多年 那個GDP好像年度來講 沒有一年是負的 對 那個一九八九那個發生六四天門事件 那一年的GDP也是正的 所以這個正的這個問題 正跟負這個是我講現在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 這是一個政治象徵 對 第二點 今年中國經濟最大的挑戰在哪裡 就是本來那個習近平從二零一二年 接總書記以後 一直念之在之 就是二零二零年要達成全面小康 就是對 那個他的講法就是要建設 全面小康社會 最重要一點就是你有講到 就是要消滅貧窮 就是把大陸的貧窮人口 全部都不是殺掉 就是讓那個貧窮人口 全部都能夠自立自強 不可能了吧 那現在今年碰到這個疫災 這個我一直感覺到 這個是不是老天在跟中共開玩笑 他那二零二零 我從那個我從事兩岸新聞工作 寫二零二零 從二十年前就開始寫了 因為他們很多事情的目標都定在二零二零 為什麼要定在二零二零 明年是什麼年 明年很重要的一年 明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 就是再過個半年多 就是中共建黨百週年 百週年你要拿出什麼成績單 是非常關鍵性的事情 今天碰到這個 所以我在想現在中共怎麼樣去包裝 這樣的一個那個GDP的報告 非常傷腦筋 而且高度的 要想怎麼去包裝這份報告 讓大家可以接受 讓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然後不影響到那個建黨一百年的氣氛 這又是高難度的政治操作 對 要說我也頭大 去年還在說什麼一個一小目標 這個氣氛現在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那如果經濟這個沒有辦法達標的話 現在很多的這個鬥爭越來越白熱化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中共太子黨 這個建商任志強叫人大炮 那麼他三月初就寫文章很敢寫 他在這個中國就是有大炮之聲 什麼都敢講 那他就直接講說 習近平這只有他敢講這樣的話 他是扒光了衣服 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 試圖掩蓋根本沒有穿衣服的現實 哇 竟然敢在中國這邊講這個話 那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3月12號被帶走 那麼4月7號終於宣這個就公告 他就是被消失 其實從3月12號之後就是被消失 大家想說他倒在哪裡 那這個中共這邊的說法是 他為嚴重這個違法的一些 違反了一些 應該說違反一些紀律的問題 那也沒有講清楚到底是違反什麼 這個事情要怎麼解讀 因為這個人大炮 剛好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 他有來演講 我覺得大家對他講話 他的粉絲真的非常的多 他講話真的也很敢講 我記得那時候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他講得很有意思 我就邊寫邊寄這個筆記 然後我就發臉書 我的同學每個都圍攻我說 臉書不要發 然後大家都確認我臉書沒有發 才讓我離開那個教室 我想說他們是為了保護我 我說我是發臉書 他不是公開在北大演講嗎 他說北大也不是一個一般的地方 總之他的話你就不要隨便傳 朋友圈也不要發 臉書也不要發 特別你是台灣來的特別的敏感 這個時候他背消是要怎麼解讀 任志強 你說他的背景也不是很硬 不是說最高層那種背景 他那時候可以放大炮 我是覺得是中共用他來表說 中共這個政治上是有集中也有民主 民主集中 就放一點空氣 讓一些反對聲音可以用 這次是已經聽不下去了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 有四個字 我講是不是 統一思想了 之前還可以容忍 現在不能容忍 現在要高度集中 先統一思想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碰到這個大災難 但是其實還是很多人 從經濟面上認為 中國有可能是Hold得住的 因為特別從 我們從股市的表現來看好了 中國股市真的是很強 超過大家想像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黃副總 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李克強指數 這要怎麼樣來解讀 跟經濟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股市不是經濟的能通嗎 股市的確很強沒有錯 但是中國的經濟 實際上我們看到一些數據來說的話 就是持續的快速往下走 這個是李克強指數 由三大指數來構成 第一個 它是火車運載量 基本上這無法造假 第二個來說它是發電量 發電量也無法造假 你多少工廠在做 我就發多少的電 多少人看電視 就需要多少電 第三個是銀行的貸款數 所以基本上 這可以相對真實反映 中國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就是快速的懸崖式的往下掉 對啊 跳水 所以告訴我們說 中國的經濟實體是非常的糟糕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中國的官方 為什麼要在過去的這幾個月 大量的放水 大量的去放很多流動性到市場上 然後甚至是說要擴大基礎建設 很重要就是官方已經看到 經濟Hold不住了 才要做這些事 當然做這些事 民眾會High 民眾會High就會買股票 但實際上 跟經濟所展現出來的表現 是差異非常大 還有年初到現在 事實上已經有42萬家以上的 中國中小企業倒閉了 所以造成的很重要的 就是就業問題 經濟面是明顯在衰退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可能是中國最冷的畢業季 這個畢業季有兩大面向 第一個 今年的大學畢業 應屆畢業生874萬人 人真的好多 這874萬人是史上的新高 去年已經是當年的新高 今年又再創新高 這麼多人畢業怎麼辦 但是整個到 超過七成是沒有簽約 也就是七成人到現在為止是找不到工作 九成的畢業生對未來感到焦慮 那中文官方也不是沒有做 中文官方做什麼呢 做一些讓大家覺得有點好笑的事情 第一個是增加研究所的錄取率 就是說這些學生不用出來工作了 就回到學校 這也是一招 繼續念書 以拖待變 第二個就是增加公務員的錄取率 但這些還是杯水車薪 畢竟有874萬人畢業 所以今年很多研究機構 預估說今年中國的就業狀況 會非常非常的不理想 像瑞銀來說 今年中國會縮減超過1000萬個工作機會 這是新開工作機會縮減 但既有工作機會會上市多少 這也是持續需要觀察 這新的 舊的應該是減更多更多的 沒錯 沒錯 我們繼續來看 美國是重災區 現在大大關係 無限QE就是要救市 但現在美國的經濟救不救了起來 對全世界這個影響非常大 現在看法非常分歧 當然 純粹就信心面來說 聯準會無限量的QE 再加上說 川普的一個財政面的一個救市方案 這都是支持信心 坦白講就只是 解決當下最急迫性的問題 但結構性 勢必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們來看下一張好了 這個是目前市場認為說 今年美國經濟的走勢 第一季是衰退2.5% 第二季是衰退20% 當然還有一些研究機構 預期是三成以上 然後第三季10% 然後第四季5% 這是一個過度樂觀的預期 很重要的一個在於說 美國是怎麼樣的經濟體 美國是一個消費導向的經濟體 然後服務業導向的經濟體 消費導向的行為是什麼 非常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人與人之間保持 不要保持這麼長的一個社交距離 需要去做face to face的一些溝通 才有辦法去做服務 提供服務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疫情即使受到控制 但大家還是認為說疫情可能 長存在人類社會當中 所以未來會保持距離 就需要做一個經濟轉型 但這個經濟轉型 美國的整個在一化 坦白講雖然美國的科技很發達 可是如果各位有去過美國 他就會發現說 美國使用電子貨幣 使用Apple Pay 並沒有像台灣這麼方便 甚至跟中國 沒有像我們跟中國這樣這麼方便 對 所以要轉變這樣的一個消費型 需要很長的時間 另外一個來看的話 就是美國的就業市場 已經受到致命性的破壞 三月份的最後兩週 發生多麼可怕的事情 三月份的最後兩週 初領失業就業人數 就是在三月份最後兩週 失業人數超過一千萬人 一千萬人是怎麼樣的數據 給大家做個參考 2008年經濟海嘯的時候 最嚴重也只不過是 單週增加66萬人 那現在是一千萬 一千萬 馬上一千萬 兩週就一千萬 所以告訴我們說 美國就業市場非常非常嚴峻 那美國人又跟亞洲人不一樣 亞洲會有儲蓄 那美國人是一個光族 基本上美國超過四成以上的人 發生事情的時候 一毛錢都拿不出來 所以你覺得第三季 第四季這個 基本上來說 這已經太樂觀了 我們繼續來回到 來看這個台灣 其實在這個災難的當下 我們也看到很多人性的光明面 看到台灣真的是 有恩必報的一個愛的故事 這是這個天主教林醫會的牧師 神父呂若瑟 建署長之前你就登高一呼 那麼呼籲大家應該要來這個奉獻 你來捐款這個 為台灣奉獻一生的神父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 包括醫療建設很多方面 就是這些神父在台灣 從很早很早期開始幫忙 這個建設我們台灣 那也的確在六天之內 台灣這邊牧德的款項就已經湧入了 1.5億元 署長你不要談談當時的情況 這個完全除我意料之外 我原來的目標是希望有1100萬 可以買1100萬 就1.5億 可以買10萬個N95口罩 我原來想的不是呂若瑟神父 我原來想的是何毅市是澎湖惠民醫院 他們都是這個靈醫會的會員 所以我就打電話到台北的這個靈醫會 靈醫會他跟我講說 會長現在是在羅東的這個聖母醫院 那個地方我去過兩次 我也跟這個呂若瑟神父見過兩次 但是後來二三十年都沒見 那麼我就把我的文章傳給他 他就去禱告 禱告以後就 哇 不得了 我寫文章沒有用 他禱告非常有用 然後他就六天以後 他就宣布說 這個不再接受捐款 但是他說他一直說要來看我 因為他 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50歲出頭 我40歲出頭 他現在81歲 我現在快75歲 我說你來看我 這個我不敢當 我去看他 所以我昨天開車去 這個是昨天才拍到的照片 我就跟他講說 第一個 你們一定要請我喝一口酒 因為以前喝一室 我以前去他們也都請我喝酒 然後呢 我說我還拜託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讓我達成 我就跟這個 這個洛瑟神父說 你現在已經停止收費用了 但是你這個一定要幫我 因為我一個禮拜以前就當人家 因為他說 這個錢是要給我 然後再讓我傳教 所以葉國宜董事長請你這個交給他 我說為什麼一定要我開車來看你 因為我們沒有在另外30年 因為我們30年前 他們那個 那時候我非常感動 因為有些單位 有些宗教團體 是不收費結合病人的 他們以前在山上 另外一個地方 做了好多費結合病人 真是 連我們政府都不太收 那個時候就是30年前 所以我非常敬佩他們 真的 無私的大愛的奉獻 所以這個老神父 我看他大概會在台灣中療吧 因為好幾位 他說他是真正的台灣人 對 包括所長 我之前也採訪過 這個醫療奉獻獎得主 很多的神父跟修女 是羅東聖母醫院 那時候看的是那個傾向 我至今也由難忘懷 就是參觀他們那個墓園 每個大概都是19 20歲來台灣 都是生於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墨於宜蘭 宜蘭 台灣 台灣 對 我是很容易 就是一輩子的青春 我是很容易哭的人 但是我今天絕對不哭 我們的感動全部都放在心裡面 謝謝他們為台灣付出這個貢獻 所以有的 但是非常少數人講說 這個為什麼要給他們口罩 所以我就是寫了一句話 我們台灣人說 吃人一槌 要行人一桌 我們現在沒辦法行人一桌 要行人一桌 可以嗎 我們沒辦法行人一桌 那時候我沒有想到 會有一五千萬的 我說不然行人一桌可以嗎 半桌可以嗎 半口就好了 因為他們任何一個人對台灣的貢獻 絕對不是原來我們目標一千一百萬 任何一個人他們在設醫院那樣的奉獻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這個事 就表示我們地球上 地球上剛剛講的政客很多 對 上天天使跟菩薩很多 這一次捐了很多錢的人是佛教徒 所以上天天使菩薩很多 地上政客很多 剛剛那幾個人 我剛剛念的那幾個人都是政客 謝謝每一位奉獻台灣最快土地的人 我們有信心這個防疫 抗疫一定會成功 因為我們台灣這麼有愛 先進廣告 我們說過這個退潮的時候 誰在羅勇要來檢視一下 現在公布了很多三月營收的數字 現在看起來有些還很不錯 但是接下來還會這麼好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力光 大力光這個代表 是 三月算是逆風成長 是的 其實整個三月營收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好 因為大家都覺得武漢不是封城了嗎 中國的這個誰來出貨呢 歐北的需求也下來了 就不是 原來都是我們的古王大力光 法說告訴我們說什麼 因為中國封城了以後 大家怕已經都拿不到貨了 所以三月能搶多少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有多少搶多少 都一在搶訂單 所以三月的營收其實比大家想像中的好 不過它提醒我們什麼 四月營收可能會比較slow 它甚至還講一下五月 現在看到也比四月還少 所以從這邊短線上要小心這一點 當然台灣最重視的還是一個蘋果就台灣 所以台灣現在在想就是蘋蓋股 到底這個低價手機會不會出 這個低價手機有多低價呢 根據網路上的傳說一萬兩千塊 請你有買過一萬兩千塊的蘋果手機嗎 怎麼可能 蘋果手機都可能要一萬兩千塊 竟然要出一萬兩千塊的手機 所以大家認為可能在這個時候 對蘋蓋股的 甚至在這個手機的概念股會有幫忙 大力光 玉金光是其他的首選 不過可以看到其實平蓋股 手機還是有便宜的 像齊邦 GIS 本益比都還在八倍以下 是相當的一個不容易 像新浦 真頂 華東 本益比在目前為止 都還在十倍左右 是比較偏低的公司 不過投資人要注意的就是 大東預算15號SE會不會出 還是 倒不講還是一個問號 但如果出的話可以注意這些股票 但是不出 還可以注意蘋果的另外一個股票 就是三月營收蘋果有另外一個族群 幾乎全部創新高 就是Matebook概念股 重點是Matebook的新款 發光鍵盤 幾乎全部漲停板 因為我們台灣自主國家隊 我們自己開始回歸剪刀腳 我們開始衝壓剪刀腳 然後用2387的金元做鍵盤 然後再上面一層博摩斯 5215的客家 最後交給茂林KY 這些公司成為什麼 三月營收漲停板 最神勇的公司 這些公司其實幾乎三月營收 都創下歷史新高 那接下來會繼續好嗎 對 但其中我們又看到就是 我們不只要營收好 還要毛利率好 所以其中我們又發現 不管是單季EPS 或單季毛利率跟營收都創新高 就是這一檔 剪刀腳的沖壓冰川 因為它的這個沖壓的毛利率 拉高了它整個一個平均 所以它單季已經有六毛錢的實力 目前的股價20塊都不到 幾乎淨值也有23點多塊 雖然是這裡面的族群裡面 股價最低 本益比也最低 淨值比也最低的公司 你意思是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 大家介入的風險會比較小一點 而且也不用擔心說 萬一SE沒出 因為它是Matebook概念股 OK 大家參考風險自己判斷一下 你有沒有來看一些相關的生計概念股 對 現在流行 在疫情爆發的中間 流行跟著小英總統來選股 因為真的是小英總統 在3月的時候 比國安基金更厲害 小英總統股 他曾經去參訪 因為他現在視察各個疫情的防疫公司 他曾經去參訪一家叫閩城 在新櫃的 做融噴不織布 什麼叫融噴 叫顆粒這種小分子 把它融化 然後噴出像蜘蛛網這樣黏在 這種口罩重要的一個中間的雲 病毒就被吸在那裡 沒錯 這就阻隔住了 那這家廠商股價都大漲 你說得非常好 接著他在這個禮拜 你這個禮拜他去哪一家參訪 就到我們旭富 為什麼他到這裡參訪 因為旭富是台灣這座奎林的大廠 強綠奎林 就是川普一直在推說 這個藥很有效很有效 這個奎林 總統就去那邊釋訪 結果股價直接攻上漲停板 有小英的行程表 是不是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你有沒有大部分 大部分就要找小英 下一個要骰子會骰到誰 最新跟大家更新 小英到我們國防部裡面去探查 你可以查看有沒有軍工相關概念股 大家是開玩笑的 我自己是 我們回來看 就是所謂的防疫概念股 你還是要回到本質上來看 它是最重要什麼 它自己公司上面寫的 它是從事中間體跟原料藥 我們知道目前有個吉利的 有研發一款藥 叫做瑞德西韋 正在中國做人體實驗 對不對 那你不管要什麼藥 你要來救這個肺炎的疫情 你都一定需要中間體這個成分 那這個旭富 它是全球最大的本柄銅的中間體 它還有包括這個原料藥 那我們再來看它營收的部分 其實營收表現都是非常好 跟很多你想像中的那種新藥股的營收 會非常不一樣 很多新藥股營收是虧神的 對不對 可是它營收是持續在穩定往上 也就是說 即便現在疫情 它稍微收到題材 蠢動又一路往上創高 即便疫情過了之後 它還是有維持它原本基本面的 這種營收成長 那像類似的這種防疫股 就不會單純只是跟著題材 而且它回顧到它長線來看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 生技股的好選擇 短中長都不錯 難得你不是只有講短線 謝謝好 你要來看 如果真的發生剛剛講的 戰亂動亂的時候 要買什麼黃金 黃金還可以嗎 基本上亂市買黃金是絕對不會錯 目前來看的話 傻幣是不會贏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黃金是很有可能去挑戰 先前的高點 每樣是1800多塊 將近1890塊 所以從現在來說的話 有機會看1900 還是有機會去挑戰這個高點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到現在為止再去買黃金 還維持不晚 OK 今天謝謝所有來賓 我們以上的所有投資建議 供大家參考 也祝福我們靠台灣的 我們一起團結 那麼有愛度過這次的危機 拜拜